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 我们把收获地址这块的功能给编写了 有些同学可能还是会很奇怪 为什么这里莫名其妙返回了这样的一组信息 这个是这样的 还是我所说的 在模拟器上面没有给你打开这样的一个 让你选择和编辑地址的一个界面 但是在增机上面是会打开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模拟反合的结果 好,那么关于收获地址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当它显示出地址来之后 这里还有一个向右的箭头 那么这个箭头是提示大家 这个地址还可以再次编辑 你如果在增机上面的话 你再次点击这个箭头 你是可以修改和重新选择地址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接着继续往下降 我们现在要完成的功能 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支付的付款功能 用户点击这个去付款之后 就会进行一系列的支付的相关操作 支付的API接口 我们在服务器的部分 已经很详细地给大家讲解了 而且对于付款的流程 大家应该来说的话 这个代码已经是很熟悉了 因为我们在做服务器支付和下单接口测试的时候 是编写了一个小程序的测试工具的 这个测试工具里面的代码就是我们支付的核心代码 好,然后我们来处理一下去付款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的交互操作 我们还是到order这里来看一下 order这里的去付款 我们肯定是绑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函数的对不对 OK,在这里 n-type pay 点击去付款之后 会执行这样的一个配 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现在来编写这个方法 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是有一个class 这里是有一个判断的 这个判断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address info 用户的地址是没有填写的话 这个去付款是一个禁用的状态 不允许用户做这样的一个去付款的支付 只有用户填写了address info之后 才能点击这个配 点击这样一个去付款 执行这个配方法 OK,我们回到我们GIS里 来写一下配这个方法 好,我们现在呢 在我们的it-address後面 再加入一个 看一下 在最后面这里 dannertress info后面 加入一个配方法 我们看一下代码的实现 比较简单 好,第一个是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这个用户是否已经填写了 这样的一个收获地址 如果他没填写的话 我们这里会给用户一个提示 请您填写您的收获地址 并且return回去 不会再执行后面的这样一个支付代码 好,那么我们接着再看后面这段代码 后面这段代码的逻辑很重要 大家只是听 为什么他会有一个if else呢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说过了 调取支付的这样发起支付的入口 其实是有两个 一个是在屈付款这里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前说过了 我的这里是会有一个历史订单的列表的 那么在历史订单的列表里面 也可以去发起支付 好,那么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就是这两个不同的发起支付的位置 发起支付不同的位置 他们所调用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呢 好,我说一下 如果用户在购物车里 然后这个地方去付盘 此时用户的订单还没有被我们服务器创建 但是如果用户是在我们的 我的页面的历史订单里面 再次发起支付的时候 这个订单其实已经被创建了 但是还没有支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服务器 我们的服务器把支付分成了两步 第一步叫做生成订单 第二步才是真实的去做支付 它有它检测不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同时它也是为了满足这样的一个业务需求 好,所以说 如果是调用的是first time pay 它讲首先到服务器里面去生成一个订单 然后根据服务器返回的结果 再次发起支付 而第二是这样的 而如果是在我的的历史订单里面发起的支付 它就不会去走我们的第一个的这样一个创建订单的流程 而是直接会发起这样一个支付 好,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购物车这里重新下单了之后 这个地址没有了 我们看一下 地址没有了之后 是因为可能那是我们之前的点击添加地址之后 这个地址没有被我们保存起来 好,我们可以 到我们的已经完成的项目里面 给大家具体的演示一下 这样的逻辑可能会更加清楚一下 好,然后那是购物车这里 好,当我去点击下单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需要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两次向我们服务器请求的 第一次点击去付款的时候会生成订单 因为我说了此时还没有生成订单 好,然后第二次根据返回这个结果再去进行这样一个真实的支付 好,这是一个入口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的里面 在我的里面 这个地方我们同样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支付 只不过在我的历史订单 它在这个里面的订单号已经生成了 对不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订单号已经有了 但是问题是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是没有订单号的地方 好,那么我们有些细心的同学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在购物车里面 这个订单里面点击去付款 和在我的里面这里点击这个付款 他们是在两个不同页面 是在两个不同的页面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逻辑写在一起呢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订单 这个历史订单是可以点进去的 你点进去了之后的这个页面和我们在购物车里面生成订单的这个页面是同一个页面 所以说这两个不同的入口最终其实都是导向的是同一个页面 我们不可能说是把这两个不同的入口 然后分成根据这两个不同的入口去编写两个订单详情页面 因为这个订单详情页面的绝大多数部分是相同的 所以说我们稍微在同一个页面里面把逻辑的控制写的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可以保证我们只写一个页面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项目里来 好,再次找到我们Other.js 好,我们找到我们刚刚的这样一个配方法 好,那么这个FirstTimePay和OneMostTimePay这两个方法我们还能编写 但是这两个方法的实质它的核心内容 我们在这个测试工具里面都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好,我们现在把这两个方法给写一下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FirstPay FirstTimePay里面的方法 代码有点多,但是本身业务逻辑来说的话 如果你理解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流程 它的这个代码其实是很简单 那么前面这一段代码就是准备我们第一次下订单的时候 所需要的一些参数 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用了一个Other 我们先不管这个Other有什么作用 等会我们再来说这个Other有什么作用 总之前面这一部分就是根据我们的Products Error 来拼凑我们要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一系列的信息 最终凑成我们第一步下单所需要的一些参数 好,然后我们重点要看这个Other.Do Order Do Order 好,那么这个方法就是向服务器发送这样的一个下单的 下单的请求 好,因为我们说了下单请求 这个涉及到和服务器通信 对不对 那么我们是需要把这样的一个业务逻辑封装起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新建一个Other的模型类 然后在Other的模型类的内部 来实现这样一个Do Order方法 好,然后我们在Other这里新建 新建一个OtherModel.js 好,同样首先把Base引入进来 然后我们来定义一下 Class Other 然后它是Extend Base 好,然后我们来编写它的这样一个Consult 然后它勾造函数 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定义一个常量 叫做Do Order 等会儿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常量有什么用 好,那么我们要实现我们刚刚在外部调用这个Do Order方法 好,那么Do Order的内部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它就是一个特定的 像我们调用我们服务器的下单接口 生成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主要就是做了这样一个HTTP的调用 好,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这个服务器返回给我们的信息 这个Scall Bag里面做了一个缓存的保存 那么这个方法我们还没写 我们把EXEC SizeStorage S3C方法给定义一下 好,我们加入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内部就是 调用了这样一个SizeStorage 把这个数据存入到我们指定的Key里面 这个Z10.Storage KeyName 我们大家看一下 已经在这里定义了 它会把这个Key建的设计成New Order 好,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 如果服务器成功的下了这个订单 对不对 因为你既然进了Scall Bag了 这个就说明服务器这个地方 它的订单是成功生成了 我们把这个True复制给我们的Storage的Key New Order 好,至于说为什么在这里要保存一个这样一个New Order为True的状态呢 我们去讲我的页面的时候再来具体的说 大家这里只需要知道 在下单成功之后 我们把这个New Order的状态设计为True 好,那么这个Do Order我们实现之后 我们再回到GIS这里来 差点又忘了 这里要export一下 然后再到GIS里 GIS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引入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把它屏蔽了 对不对 我们把它给放出来 记得一定要把这个Order给导入进来 然后这里呢 我们呢 New一下这个New Order New一下这个Order把它给实力化 好,那么我们在这个First TimePay这里 就调用了我们刚刚所编写的这个Do Order方法 去服务器生成了一个订单 这里呢 我有一个详细的注释 支付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生成订单号 然后根据订单号来支付 那么这个Do Order的回调函数里面 他们就会最终的再一次的开始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支付环节 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做了一个判断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服务器 如果这个订单的库存量检测成功了 并且生成了订单之后 这个Path必须是一个真 那么如果DataPath为真的话 就要开始执行后续的这样的一些逻辑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订单生成成功了之后的一系列逻辑 DataOrderID 这个就是获取服务器返回给我们的 它所生成的一个订单的ID号 然后我们把这个ID号作为全局变量 保存到我们的Data里面 好,那么这个ID号我看一下 我们把它给明确的标识一下 一开始的ID号我们设存-1 然后第二个 这个let date from card flag 这个我们先屏蔽掉 我们先不讲这个 到后面我们再来解释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还是要按照一定的逻辑的完整性 这里突然冒出这个from card flag 大家不是很好理解 所以说我们先屏蔽掉不管它 好,那么服务器返回给我们订单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真正的这样一个支付了 好,所以说第二步 也就是说我们刚说的第二步支付 会在另外一个方法里面来编写 就是这样的一个向滑线EXECP这个方法 好,我们现在EXECP这个方法还没有编写 但是通过我们刚刚的分析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在EXECP的方法内部 它必定会去向我们的服务器再次发送 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支付的请求 好,那么既然是要连接服务器对不对 那么还是我们需要 我们不能把这个HTTP请求 放到我们的Ctrl的GS里面来编写 我们依然需要在我们AlderModel这个模型内里面 把我们的这样一个支付的代码再写一遍 再写一下 我们刚刚写的这个DoAlder是我们的两步里面的第一步下订单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写第二步支付 好,我们在DoAlder方法下面 看一下这样一个真正的支付代码 这段代码其实大家应该有意义 就是我们测试工具里面的这样一段代码 好,那么我们足够我们一句一句的把这个代码来解释一下 首先定义的是这样一个支付接口的路由地址 我们的Pay Pre-Order 好,然后Tab是Post的 这个人都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Data是我们服务器要求所传递的这样的一个订单号 这些都是我们API所要求的 好,接着就是我们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函数 好,回调函数的Data里面 它是会由我们的服务器来返回 一组我们想成去拉起微信支付所需要的这样的一组参数 好,那么在真正的拉起微信支付之前 我们做了一个判断 我们以服务器返回的结果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戳作为标识 如果服务器的数据里面是包含着这样一个时间戳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服务器的返回结果是正确的 如果是服务器返回异常的话 它的Time Step是不可能存在的 更加不可能是非空的 所以说可以以这个来做一个判断 好,然后服务器如果正确返回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入想程序的这样一个支付API了 也就是这样一个Request Payment方法 好,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讲服务器测试工具的时候 我给大家详细讲解过了 包括还有一个流程图 支付是分为两条路径的 一条是服务器这边的路径 服务器这边的路径 单方面作用是不行的 它只能帮助我们的客户端 生成这样的一系列的支付参数 最终还是要返回到我们的小程序里 有小程序要用这样的一个Request Payment API 最终才能拉起这样一个支付页面 好,那么这每个参数的意义 我们之前都已经讲到过了 这里就不断重复了 最后我们这里定义了几个这样的一个 支付的这样的一个回掉结果的一个处理方法 如果此次支付是成功的话 那么回掉函数0 我们给一个2 那么如果此次支付是失败的话 我们就回掉函数0 传一个1 好,那么如果这些支付 既我们是无法明确它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话 那么我们返回一个0 你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说过了 我们的服务器总共要经过三次这样的一个库存量交验 对不对 那么有可能你此次去发起支付的时候 有可能最终这样的一个库存量检测并没有通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也需要返回一个0 也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 这样一个if-else结构 这个if-else 这个if-else里面的else 这是由于我们服务器 我们自己的服务器的一些原因造成的 所以说这是一种情况 但是在这个if里面 它还有一个services和file 那么这个services和file 就是微信它那方面的一个成功或者是失败 也就是说我们本身认为我们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库存也是存在的 可以发起支付 但是由于其他的某些原因 微信这边支付失败了 所以说这三种状态大家要把它给区分开 我们还是最好把这个注释加一下 这个方法的作用就是拉起微信支付 然后这里的几个比较关键的可能值 012这里都做了一些解释 比如说刚刚我说到微信这方面 就是有可能支付失败 这可能是微信那方面的未知原因 或者是用户取消 还有就是这样一个支付成功 二次代表支付成功 好大家可能听我讲012好像讲的挺轻松 好像我没有写过就马上就知道它有三种状态一样 当然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人能一口说出来 没有人能预先就是一口气的就可以把这三个状态都给它决定 这个都是通过不断的去调试和尝试 就是慢慢的你的慢慢的才能最终的能够把这样的一些状态都给它给完善了 不可能是一次就知道有三种状态了 好那么这个EXEC配方法在order model里面编写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头在order.gs里面 来编写我们这里的这样的一个EXEC配方法 这个方法的内部 其实就是去带路了我们刚刚 这个order模型里面的真正的支付方法 好我们来写一下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 EXEC配方法里面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把它给分隔一下 很清楚一些 这里的话 放上了 好 我去画一下 好 这样看起来的话 会舒服一些 好 那么在下滑线EXEC配的内部 其实就是去调用了我们 order模型上面的这样的一个EXEC配 它是一个真正的支付方法 好然后我们在这里 传入了这样一个订单的ID号 然后接着是一个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用来接受服务器返回给我们的这个结果 服务器返回的这个结果 被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处理 我们在这里 其实是 在实际方法里面 返回了几个状态码 210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实际上 当最终执行了 我们回调了之后 这个StateCode 就会呈现出210 这样的可能的三个数值 好 这里这个状态码的意思 我们已经在orderModel里面把它给写了 这里就不用再写了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首先看着 这个StateCode 是不是不等于0 如果是 如果它等于0的话 我们说了 0是表示商品缺货 这种情况 我们就先不处理 先看它不等于0的这种情况 不等于0的情况 说明 它要不就是1 要不就是2 对不对 好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点 我们当判断StateCode 不等于0之后 我们把下单的商品 要从购物车里移除掉 对不对 我们来想想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 你既然都已经下单了 那么你的被下单的商品 还应该存在于你的购物车里 肯定不应该存在于购物车里了 所以说必须把这些生成订单的商品 从你的购物车里面删除掉 好 那么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那么我们再仔细想想 为什么是StateCode 不等于0的时候 就要删除掉 那么为1的时候 我们考虑一下为1的时候 2自然就不用说了 2因为是支付成功了 那么支付为1的时候 明显是表示支付失败 或者是支付取消 对不对 好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即使你支付失败了 这个订单也已经生成了 它会出现在我的订单的历史列表里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面 它同样不应该出现在购物车里 订单已经生成了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好 Deleted Products这个方法 我们还没编写 这个不着急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主要的流程 要把它给讲明白 我们等会再编写这些细节的方法 好 那么我们接着看一下下面的代码 下面这个代码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最终的支付完成之后 只有两种状态 一个要么就是成功 要么就失败了 好 那么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我们都会出现一个支付的一个结果 也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判断一下 StateCode是不是等于2 如果它不是等于2 那就说明支付是失败的 那么我们的flag为false 那么如果StateCode等于2的话 这个flag为true 那么我们把flag作为支付成功和失败的 这样一个状态传入到 传入到我们另外的一个页面里面去 由另外的一个页面根据flag参数决定如何显示 这样一个支付成功 成功或者是失败的样式消息 好 那么WX Navigate 2 就是导向另外一个页面 好 这个页面我们等会再来编写 好 那么我们的方法里面 我们刚刚说了 Delete Products 这个方法还没编写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好 那么This.Data Products Error 就是我们下单的这样的一个商品 然后我们便利商品的速度 然后把ID化保存到IDs速度里面来 然后调用我们的Cut 购物车里面的Delete 把相关的商品都给它 从购物车里删除掉 我记得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好 我们看一下Cut Delete这个接口 这个方法我们有没有编写 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Cut 购物车的model 在哪里 这里 有没有Delete 好 有 这里已经编写过了 好 好 我们再回来 好 一口气写了一大段代码 我觉得我们现在先停一下 先不编写这样的一个Pay Result 这样一个支付结果页面 我们先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成功 能不能首先来看一下 能不能成功拉起这样一个支付 好 然后我们先简单的测试一下 好 我们记得刚刚写了一大段代码 你一定要把它给刷新一下 好 然后点下去 好 成功的弹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支付的界面 好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方法没有处理完 我们看一下这里 我们刚刚是编写的EXECP 方法 对不对 然后是在这里盖用的 对不对 然后别忘记了 我们还有个ELTS 就是下单失败的时候要处理的一个情况 那么下单失败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主要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订单没有成功生成 多半的是因为我们在下定单的时候 库存量的检测没有通过 所以说我们这里来完善一下 把order file这个方法给编写一下 好 这个方法我们就不再讲了 因为这个里面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 就是我们服务器下单的之后 它如果没有库存量检测没有通过的话 它会把这样的一个还记不记得PCS error 把这个信息给我们返回回来 然后这里面所处理的就是把具体的缺货信息 给大家展示出来 最终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微信的这样的一个 模态窗口 把这个信息给展示出来的 这个方法就真的不再给大家讲了 好 我们把它给折叠一下 好 那么虽然我们的下单失败的方法 没有给大家一行一行的讲 但是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 当下单失败 也就是说我们的库存量检测没有通过的时候 我们UI应该如何来提示 然后我们看一下购物车 现在我有两个这样的一个梨花待遇 然后到我们的数据库里 把梨花待遇这个商品商品 把它的库存量改成量 注意 我已经改成量了 好 然后我们再到这里 点一下这样的一个下单 好 然后点去付款 去付款的时候就将执行这样的一个 Do Order方法 我们点一下 好 服务器马上告诉我们 梨花待遇三个是缺货的 注意这个三个不是我购买了三个 我其实是购买了两个 只不过我的商品的名字叫做梨花待遇三个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本节课的时长有一些长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体 不能把它拆分 如果拆分之后 这个逻辑就不连贯了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